每次去陌生环境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使用的时候 都会照来很多人的目光 说你用的这个是什么 在他们印象中充电宝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你用的充电宝是这个样子 在数字显示 而且是这么小 有1万毫安时 最吸引人眼光的就是配合这个数据线 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一丝赛博朋克的感觉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使用的充电宝和如何DIY一条这样的数据线 先和大家说一下充电宝 型号是中介者T12ZR 尺寸是100×46×25毫米 重量是220克 采用两颗三星进口50G2的电动车级的21700锂电池 由于标配的螺丝不是很好看 所以更换了高强度镀内六角合金钢螺丝 加紫色的铝合金垫片 这样看起来更极客一点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数据线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在你买材料的时候呢 真正的硅胶材质的数据线了 是这种非常柔软的 而假的硅胶数据线是这种非常硬的能区分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火烧 这是一个真正的硅胶数据线 那我们用波线器了给它裁下来一部分 好我们找出来一截 我们拿这截用火点燃一下 我们观察一下它的燃烧 不易燃烧产生白色的烟雾 而且这个空气中是没有任何的味道的 大家可以看到燃烧完之后就是这种 渣渣白色的渣渣都能敲成粉末状 这个会有点像香炉里面的灰 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都没有 大家DIY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Type-C或者USB 清单我也给大家列出来了 同时把极限图了也给大家贴到视频中 大家可以进行参考 由于我之前的电脑体没法焊接这么细小的这个焊点 所以我又采购了一个恒温的T12的焊台 用起来非常的顺手 升温速度也非常的快 配合支架还有放大镜的加持的焊起来速度会更快一些 好了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选择一个个性化的充电宝 以及DIY一条客制化的数据线 当然来讲如果你觉得非常麻烦了 也可以去某些网站直接下单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大家点赞 关注 分享 评论 我是一般分享的歌 我们下期节目见